当我慢慢懂事之后 我觉得我爸对我的视力障碍问题 他是非常介意的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 都特别渴望说 跟父母一块去参加 这个朋友啊 亲戚的婚礼啊什么的 聚会 可是从我记事开始 我就没参加过任何这种聚会 就是婚礼啊什么的 从来没有参加过 等到我上学之后 我在学校有个小乐队 我跟我盲校的两个同学 一个拉手风琴 那一个弹吉他 我们仨弄了小乐队 当时我爸爸有一个徒弟 然后就说 你们这乐队不错啊 过两天你小姑结婚 你们给出个乐队啊 然后呢我就抽出来 很多很多这种业余的时间 然后带着这俩排练 练了一个多乐 我爸就跟我说 别别别别别去 你叔叔跟你们闹着玩的 我说你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你这不开玩笑吗 你这不是 我排练一个多乐了 我不让你去 就是不让你去啊 这爹这镜头就拿出来 结果我在我这俩同学面前 这没面子 当时我就觉得 我说我这个爹怎么这样呢 就别人对我 因为视力障碍 说排斥啊 或者怎么样 你是我爹啊 其实这个事 在我心里可能是个节 那个时候啊 等到我会唱歌以后 有一次 哈尔滨的一个声乐专家 回哈尔滨教学 给我上课 当然找了一个最大的 应该说有乐队现场秀表演的 这样的那个地儿 我给他唱了三首歌 当时厂里面就炸了 你知道我啊 这种下不去了 我爸因为他老代朋友去那玩吧 那个秀厂的那个老板 然后就过去说 杨总 哎呀你儿子唱太好了 那个杨总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能不能每天 让你儿子放学以后 然后到我这来唱歌 我一天晚上给他一百五十块钱 然后小费啊什么的 算下来 我估计一个月六七千 应该没有啥太大问题 我爸说 再说吧再说吧 他很忙 我当时在旁边 我一听 你这你说我没时间 我这需要锻炼 这是哪年啊 这六七千一个月 挺可观的了吧 九十年代中期 我在两千年前后 我说现在还五万年一场呢 不是你昨天说 你说你心里 你得招多得及 后来我跟我说 我说爸 我不能耽误学习 我去 看你这表情没有 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 现在你就好好学习 那地方不是你去的地方 在那唱什么歌 老师再待着 然后呢 更可气的一件事啊 人家要给我出 一盘盒带 这出名得赶走 我爸 不行 他现在那水平 不行 差远了 别给他弄着玩 我当时我说 演出你不让我去 何代你也不让我出 老爷子你这是 干什么这是 但我觉得爸爸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那个时候小 所以说当时 儿子和爹之间 就是说这种矛盾 是怎么产生的 现在长大了 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爹老想在儿子面前立威 对对对 爹老是在用成熟男人的标准 去要求儿子 而儿子那时候 没达到那么成熟的标准 于是 这个追梦的儿子和那个成熟的爹 两个人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然后就产生了矛盾 于是那个 那个阶段 爹就变成了儿子的仇人 但其实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说那绣场里边 肯定仓龙卧虎什么人都有 你如果要真到那去了 是你能挣点钱 但是你能挣多长时间这钱 对对对 再加上那时候心智还不成熟 如果接触一些乱七八糟人 是不是就容易学坏了 是不是就没有你今天 现在把当年的录音 拿出来听一听 真是觉得那时候唱的 说实话 没有当时自己感觉的那么好 这种应该说演唱的 记忆或者技术 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 你最好先别拿出去 跟别人嘚瑟 否则不然的话 容易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现在翻回头来想想 我爹干那些事 没啥不对的 但当时你能理解他吗 你理解不了 没错 就是说我可能最大的遗憾吧 我觉得就是 没有跟他好好沟通过这些 有一次 他给我打了一个很温暖的电话 就跟我说 说你一定在外边 然后呢 多穿点衣服 然后别感冒了 然后呢 这个保护好嗓子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就在第二天的晚上 然后我接了个电话 然后我接了个电话 就是说我爸的名字吧 当时说 是家属吗 我说啊 赶快到长春来一趟 我们是交通队的 说你爸爸出了车祸 因为当时我妈 他跟我在一起嘛 然后我妈就去了 然后当时还瞒着我 我那时候在外边的演出 合同没完成 我离 我不可能离开 我很多朋友都问 我说怎么了 怎么了 后来我坚持到第五天 我就跟老板说 我说我家里出了很大的事 我必须去走 那老板也特别 说啊 行行行 回哈尔滨 当时我姑和我叔叔 去车站接我 当他们来了 我妈没出现 我爸也没出现 我就觉得肯定这事有问题 然后当时回到家里以后 我的猜测果然是很准的 因为当时我爸没有了 然后就是说 家里人都在等着我了 我妈就跟我说 说你爸就在客厅里 他指的是那个遗像 他说然后你 你过去跟他说说话 一个人真正悲痛到极限的时候 他是没有眼泪的 他是哭不出来的 我当时就跪在那个一项前面 就是没有眼泪 没有任何方式 能宣泄我那时候的悲痛 我就一个就是在用这个右手 然后呢 就用拳头 我就一直在敲地 然后我跪在那 跪了很长时间 我就突然间想到了 其实我爸对我非常好 我八岁的那个时候 他带着我在全国 应该说游览了一圈 我记得最深刻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在那个中山陵 特别高 天特别热 我爬不上去 然后他就鼓励我 他说儿子你上上上 那上面有卖好东西的 你上了以后 爸一定给你买好东西 我当时一边爬 一边出汗 我就说 我说爸 所有的这些过往 就突然间一下全出来了 我好像看到了 另外的一个夫妻 这让我觉得 我自己突然间一下长大了 因为我觉得他虽然走了 但是家不能垮 那么以前是他撑着这个家 担着这个家 那么以后他走了 这家里的男主人就是我了 当时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 就你长大了 你回想一下 你走过的这个道路 他让我真正地知道了 我自己是可以去搞音乐的 他在我七岁的时候 给我买了个礼物 就这么大的一个小儿童电子琴 我小时候就爱听音乐 就有听收音机 听录音机这个习惯 我在电视上 在收音机里听到什么歌 我就很快就会弹下来 我爸说 哎呀 行啊 那我送你上 你姑父那儿去学琴去吧 因为我姑父是个 是个中学的音乐老师 所以其实爸爸 也算是打开了 你音乐世界的 这一扇大门的钥匙 我觉得你说钥匙特别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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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